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 二百五十一集 昨晚没睡好吗 无精打采的 辜负了这个美好的早晨 这样的反应 完全出自夜阴意料之外 他以为他应该是各种和他吵架 或者直接和他冷战 难道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别那样看着我 我不吃人 过来 吃早餐 桌上两份三明治 两杯牛奶 看上去非常可疑 你做的 是 至于这么意外了 三明治不就是面包加蔬菜 容易得喊 你该不会在里面下毒了吧 下毒 要下我也是落药 下毒有什么意思 坐下 吃早餐 落座后 夜阴还是一脸防备 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三明治 没有动 你今天是不是吃做药了 有吗 心情好 就会吃早餐